位于速货区的这家画廊正在举行的拼图艺术展 展出了700多片颜色风格各异的拼图 有些拼图出自专业艺术家 大部分的拼图是由学生或喜爱艺术的个人制作的 作品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意大利 捷克 黎巴嫩等国的学校 也参与了这个艺术拼图的活动 Ten表示 我们会继续这个艺术拼图的活动 我喜爱艺术 艺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艺术就像是音乐一样 是国际上共通的语言 每个拼图既具有个人的风格 又是整体艺术品的一部分 创作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构思和他人分享 艺术拼图是由来自纽约的艺术家Tim Kelly 和另外两位艺术家共同发起的 这三位艺术家两年前为新泽西州的一个青少年艺术集 而构思出的艺术工程 如今已经发展成了全球性的艺术盛会 凯利呼吁创造者将对自己最有意义或最重要的事物 呈现在拼图上 每一小片拼图被加入到已经成型的大型拼图中 不同风格的艺术拼凑在一起 形成了乱中有序风格独具的艺术品 凯利目前正在寻找展出地点 希望将5000片拼图共同展出 那将不仅会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展 还有可能会创下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华语电视王星宽天明采访报道